我是吴翠萍 東東廚房的主理人 雪花酥是牛嘎糖的升級版 一口咬下去 酥脆的小餅乾 甜蜜的果乾 混合著濃郁奶香 回味無窮 這款小點心口感豐富有層次 做起來卻不難 不沾鍋內放入黃油 開小火慢慢融化 黃油融化成液體狀後 加入迷你顆粒的棉花糖 用鍋鏟不斷地攪拌 等到棉花糖完全融化 撒入奶粉 攪拌均勻後即時關火 過度加了會使雪花酥口感過癮 關火後加入蔓越莓乾 開心果 核桃仁 小餅乾等配料 混合攪拌成一團 乘了一路方盤 用手按壓 整成方形 兩面各塞一層奶粉 自然冷卻三十分鐘 用刀切成方正的小塊 酥脆鬆軟的雪花酥就做好了 掌握了原味雪花酥的做法 我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做成紫薯雪花酥 抹茶雪花酥等各種口味都很美味 我們選擇棉花糖的時候 選擇那種小顆粒的棉花糖 拆在瘦的過程中比較容易融化 我們選擇餅乾的時候 選擇那種酥脆的鹹味餅乾就可以了 在操作過程中 烤盤和手套上均勻地抹上食物油 在整形的時候就不容易沾手 如果需要裝瓶儲存的話 雪花酥切成小塊以後 四周再均勻地撒上奶粉 這樣又增加奶香 又防止粘連 糖漬油 龍蝦切成小塊 辣子